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抓狂 成功率也越来越低 Merch Momentum和许多其他被动收入论坛上充斥着卖家焦虑的帖子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产品卖不出去 数据显示 按需打印业务正在蓬勃发展 Keyspring副总裁Chris Lamontain表示 自2012年平台推出以来 该网站的500万卖家总计销售额超过3亿美元 平均每年卖家从该业务中获得约9000美元的收入 至少有30人成为Teyspring的百万富翁 每天约有3000名新卖家加入该网站 他认为被动收入趋势才刚刚起步 与此同时其他平台也采取着积极措施 亚马逊的Merch计划正在扩张 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面向德国和英国开放 此外近期还在其产品线中添加了多功能手机支架 Pop Soccer的选项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讲师 Patrick Fitzgerald建议所有卖家要准备备用计划 以防他们在售平台突然终止业务 他说道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 Be careful where you build 小心你建房子的地方 如果你的房子建立在别人的土地上 并且他们永久拥有这片土地 那么无论你的房子建造的有多么好 他们随时可以拆掉 Fift Arrow的还担心网站在处理所有按需打印的细节时 会妨碍卖家了解他们的客户 从而无法建立粉丝群 行业新势头 对于拥有MerchLive Style博客的 Spencer Shoebridge和Shanon Campinic来说 这是他们在被动收入业务中所看到的演变 周围的朋友们正在转移出Merch by Amazon的阵地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能够获得消费者的数据 他们可以建立更强大的品牌 与此同时 两个年轻人正试图不被困在固定的空间里进行创作 几年前 33岁的Campinic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阿巴拉契亚山脉徒步旅行 他正在努力将他的被动收入提高到足以让他和女友一起在密西西比河上进行独木舟长途旅行 27岁的Shuebridge则居住在湾区 他的目标是每月从地理和爱好主题的衬衫中获利5000美元 Shuebridge说 自己的最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独立运营的业务 可以不必担心钱而自由的安排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